任何人 你只要找到你喜歡做的事 你勤力、堅持 你會去到一個大家肯定的 level stage 我現在 剛才我講過究竟將來是怎樣 我不確定 因為其實我現在也有一個新project 就是13A New Street Art Gallery 那都是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那我開放了全職 然後 去了 開始做我自己的品牌 認識多了很多人 那現在流行影響者 那偶爾又很幸運地大家當我是影響者 那 因為這樣 這個行業真的認識到很多人 然後你就發現 已經和年紀大了 開始發現要做一些 可能 除了你要有理想 你都要有實際的東西去並行 你才可以keep你的 live rolling 那 就開始想要向生意那邊想 那 這個 Art Gallery 是我希望可以 同時欣賞藝術 亦都可以為大家 在生意角度我們叫 win-win situation 那希望 無論是藝術也好 我這個Gallery都好 那都可以create到一個 win-win situation 是可以令到 大家可以繼續發揚自己的信念 延續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at the same time 可以讓大家知道 其實 這些東西是 可以earn a living的 我覺得這個 因為很多 始終香港仍然很傳統 不是 每個人會相信 蛤? 你製造這些東西? 哪裏能賺到錢的? 我家裏都已經是 一個很活生生的例子 我很希望透過這個 Art Gallery 會可以找到一些 不錯的藝術 希望可以跟他們共同成長 剛才 在鏡頭後 我們有 discuss過 譬如這個 Art Gallery 的方向 其實就想著希望是做一些 Contemporary Art Content度是 真是一些很新 Up and Coming 和 Pop Art Style 一點的 那為什麼會走這個方向呢? 你可以說是可能 大家會覺得通俗一點 膚淺一點 但at the same time 其實是 一些我會叫是 可能 我們現在 Working Class 這一群人 那個 Age Range 因為以前小時候 很喜歡的一些東西 現在長大了 我們願意花更加多的金錢 去投資這些東西 而我們亦都將這些東西 transform 了 我們可以說 即是 內地有一個 term 就是叫藝術衍生品 其實就是 一些我們很喜歡的一些 一些小時候的集體回憶 我們可能 在 透過藝術的手 他們的腦 transform 了它變成一個 用藝術的渠道去表達出來 就變成有這些 Contemporary Art 甚至是 Art Toys 我覺得近這兩年 這些 Pop Art Culture 是很厲害的 而 很多年輕的 Collector 都是 喜歡這類型風格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 既然是一個 對我們這個 Generation 的人 是比較一個集體回憶 我希望可以把這件事 把它變成 更加藝術化的事